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韩国网友们关注的6个消息 出道31年首次提告黑粉的艺人 最近因为韩国允崔吉总统当选人出演Yukiz 而发生了主持人宇杰斯被很多算命们攻击的事情 支持允崔吉政党的网友们攻击宇杰斯 为什么主持的不积极 故东怎么这么少 非常没礼貌 怎么都故意不笑 然后就是从18斗人手攻击什么脏话都有 而昨天宇杰斯的所属公司官方表示 将会对恶性酸言采取法律行动 希望粉丝们能够解脱将证据传送给公司 刘大神竟然也被酸言缠绕 这是怎么回事 都是因为那些政治充能害的 酸言有多严重的话 所属公司会声明提告呢 根本就是没有做错什么 希望留酸言的人这次都能遭遭罪 AOAChunmi改母性 AOAChunmi今天在IG上传了一张申请身份证的照片后留言 还记得我说过 今年会做所有想做的事吗 其中一个就是改姓 从20岁开始就想改了 但因为太忙等各种借口延迟 在27岁终于改成妈妈的姓了 在照片中能看到 Chunmi从Kimchunmi变成了Inchunmi 未成年时期出道的Chunmi 之前在节目中说过 在自己小时候父母亲就离婚 妈妈一个人从早上工作到晚上 养育了Chunmi三姐妹 所以自己想早点赚钱 而到了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姓的年龄开始 就想要换成妈妈的姓 终于换成妈妈的姓了 太好了 您姓真的很适合您 有了更漂亮的名字 小女Inchunmi 希望以后只会有好事来临 自主管理失败的赛 4月26号 赛在IG发了一个现实动态 而网友们看到苗条的赛以后 都感到非常失望 自主管理失败了 赛也好失望 自主管理失败可可 每个人都一样 开始活动了 就会开始重新管理的 不要担心 马上就会胖回去的 赛将在4月29号 因于捧摊修感共同制作的主打歌 Date回归 所以非常期待 21岁与48岁真的不行吗 最近在韩国论坛 48岁跟21岁真的不行吗 的贴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这位48岁的网友表示 两个月前开始 21岁的女大学生来我们公司实习了 这20多年来都没有对一个人心动过 所以以为以后也不会 但是看到她之后 马上就心动了 我有向她告白好几次 但是都被拒绝了 我现在真的很痛苦 感觉无法再坚持了 我真的要放弃吗 都说了不喜欢 就不要再纠缠了 对方接受的话是爱情 对方不喜欢的话是暴力 当事人都已经拒绝了 你发文是想要让我们怎么样呢 疯子吗 虽然说爱情不分国际年龄 但是都已经拒绝了 就应该要放弃吧 所以相差27岁的爱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TWICE东京演唱会 4月23号到25号 TWICE在东京举行了巡回演唱会 而在韩国论坛 日本粉丝们为了进演唱会 而排队的照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东京巨段连续三天售完 只能说是太厉害了 哇知道在日本很有人气 但是没想到这么有人气 不过这种场景也不是第一次 TWICE每次都是这样 满场举行了演唱会 然后在25号最后一场演唱会的时候 很少在公开场合掉泪的子鱼 在舞台上突然掉下了眼泪 也让很多粉丝们都心疼了 TWICE加油 与脸很小的爱抖拍照的方式 HIGHLIGHT成员羊牛手 除了超强唱功之外 也以脸非常小而著名 所以很多艺人们与养牛所拍照的时候都会 脸这么小的 我很多人应该都不想跟他拍照吧 也难怪很多人都喜欢跟我拍照 波特地表姊皮 对那半部 MK YK